Lala 不好意思 我的喉嚨還是不舒服 所以今天請容許我以這樣子的Tone 來跟你們講話 那今天要講的就是 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樣 看到很多很另類很強硬的造型 可是你不懂他叫什麼名字的 那在馬來西亞呢 我們統稱他為Lala 或者是Kelekwai 但其實每一個那麼特別的造型呢 都有他的歷史緣由 他們也經過一些進化的喔 不過在拍攝這一集之前呢 我就有問了很多我的朋友 你懂不懂這些造型其實 他們的特定名字是什麼 原來很多人都不懂耶 所以非常感謝的就是Eden 他提供了那麼寶貴的一些資料 今天要講的潮流就是 最有個性卻又最難被接受的 穿搭風格 第一款呢就是Punk Punk 找了一下資料之後呢 發現Punk也有分很多種 像是Tokyo Punk啊 British Punk Cyberpunk等等 基本上 Punk就是一種叛逆的象徵 可是 隨著生活習慣的改變 社會的轉變 現在的Punk呢 也是大不同啦 以前的Punk呢 是長這樣的 那現在呢 被統稱為Neopunk的 就長這樣 可是不管怎麼變 文字踢 破洞牛仔褲 扭釘 Biker Jacket 鮮豔的造型 都是Punk的精神 不要小看Punk喔 很多國際的品牌像 YSL Dior 他們都把Punk的元素呢 加入在他們的設計裡面 欸 回想起來 GD也是非常喜歡Punk的 第二種風格 就是Gothic 歌特風格 名字的由來呢 是來自德國的Goth部羅 主要的顏色 是黑色 黑色 或者是 深色 以前的歌特風呢 可以是這樣子 那現在 最具代表性的 歌特風格的人物呢 就是 Rick Owens 接下來 也是充滿叛逆感覺的 Skim Heat 光頭造型 不管是男的 還是女的 都來個陸軍裝 除了光頭造型之外呢 永遠都不扣完的襯衫 Suspender belt 高腰 牛仔褲 還有靴子 都是必備的單品 不過 以前的Skim Heat 跟現在的Skim Heat 不會有太大的分別 而且我發現 國外也有很多藝人呢 都喜歡這個造型 那Kristen Stewart呢 就是最好的例子啦 Club Kids 個人思義呢 就是以超誇張的造型呢 在夜店 證明自己的一種風格 以前的Club Kids呢 可以去到這種瘋狂程度 可是近年來的夜店的熱潮呢 也大不如前了 所以呢 現在的Club Kids呢 也沒有什麼好地方可去 更別說有什麼好發揮的地方 不過呢 在馬來西亞呢 也有一般堅持這麼好玩的風格 像LaLa Land啊 Yasui他們啊 在他們身上學到的呢 是如何用造型 婉轉整個Party 還有如何完美演繹 看起來 裝到亂七八糟的顏色服裝 非常棒 最後一款呢 就是Vintage Lovers 可是復古風的方向呢 可以很不一樣的 要Depends on 那一個人 是喜歡當年的電影 音樂 文化 而搭配出不一樣的感覺 好 今天呢 大致上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好啦你們可以開始留言 希望呢 我剛剛說的哪一個造型呢 是套在我身上的 那我就會拍下來 然後記錄在下一集 如果你說 你很貪心 想要我嘗試所有的造型的話 也不是不行 只要達到我心裡面的一種 瘋傳的程度的話 我就考慮 都嘗試所有的造型 包括Skinheads 趕快動手吧 這就是第四集的 講潮流的 Bye